告诉大家为什么是系统性的问题 而并不是只是单一操作的问题 第一个你很快的发现 南部只要一发生任何的故障 任何的这个问题 就立刻是全台湾大停电 为什么 因为南电北送 那你想想看 北部地区缺电缺成这个样子 你的合一场还是照常出益 否则的话你至少在北部地区 你应该要有足够的电量 在北部这个区域往里头 在供电上面我们就不会那么的脆弱 然后第二个是 因为长期停电 各位你只要去台电的官网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去年一直到今年 我们是不断不断的进入红线 我告诉各位在去年的5月17号 我们的倍转容量只下3.84% 我们在去年的10月8号 我们的倍转容量只有4.32% 我们在今年的2月21号 都还没有进入冬天 还没有进入夏天 2月21号就之前没有多久 我们的倍转容量只有6.4% 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很危险的状况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机组 税修时间都不足 所以我们的机组是呢 没有足够的税修时间 然后接着就匆匆的并联发电 那因为你要赶工 所以你就这里面很多的操作 我就没有办法造SOP 到最后都是由基层人员来扛 我最后要提一点 我每天都上台电的官网 然后去看这些数字 但现在听说台电的代理董事长 可能是有伪造文书 前科的曾文生要来担任 我不知道以后台电的资讯 我还能信多少 我刚讲那天 303停车那天 核一的两部机都除役了 核二的一号机也不动了 也除以了 核二的二号机现在在税修 所以那天说南电北宋 北部没电啊 南电就北宋啊 这是一个嘛 是南电北宋 但为什么可以南电北宋 北部本来至少还有 还有一定的发电量 现在也减少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以前不是没有 电厂不是不出疲劳 不是以前没有像新达厂这种事情 但是出了就是2% 那天你的发电就在全部 百分之二 没有 不会影响大局 以前也是有啊 人嘛就会出错 个体都会有错的 但是出错没关系嘛 我背准的量够 我的电网够不怕 现在是一出错都不行 你跟我讲你的背准量多 为什么一出错都不行呢 所以你的背准量是假的嘛 这是一个 第三个 因为你天天在降压降频 一下降压 要降频 要降频 那个大家工厂的设备都有问题 你台电自己本身设备也有问题 电气耗准很大 你本来你的设备 不是要这样降压降频嘛 你这样操作久了 他可能每一个都很辛苦 都在那边撑 所以苦日子才刚开始 那不是说就结束了 所以工总说要跟蔡英文做建议 他不会听你的嘛 马英九自己说他在交接的时候 六年前的三月三十要交接了 他在台北宾馆就跟蔡英文谈能源政策 我总统要交给你了 我为了国家好 要跟你讲说 你现在可能面对什么问题嘛 他就很坦诚的说 你主张了2025非核家园 过于乐观 马英九很客气的 过于乐观 根本做不到 他说过于乐观 蔡英文很有自信的回答我说 我的能源专家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不会有问题 哪些人公布名字 请蔡总统公布你的能源顾问是谁 第一流的顾问 哪些一流的 为什么骗你 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显然2025做不到嘛 哪些人给你一些错误的建议 公布这个名字让大家知道啊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